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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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端午節過後 那今天第一天開盤 我們會發現 台股表現還不錯 那早盤有點震盪 可是又拉高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指數呢在早盤的時候 10點鐘之前上上下下 然後呢 10點鐘之後呢 這個指數有稍微拉抬 不過那指數的空間大概就是 還好了 大概7 80點有漲就不錯了 可是呢目前我們會發現到 排股到現在為止還是一樣 就比較偏區間 上面是季線下面是月線 就在這邊跟你耗 那至於這個盤呢 他到底該怎麼去走 那未來的盤是他會怎麼走 那到底他會往上還往下 我們先講答案 那我覺得這禮拜的盤 我測標有寫 還是忽漲忽跌 而且呢這禮拜有個特色就是 輪動的速度會很快 比方說今天漲愛系設計 年漲車用 後天漲光學 大後天呢去漲什麼 比方說漲被動元件 好就這樣忽漲忽跌 然後呢輪動很快 可是呢 終究的重點在哪裡 還是要小心啊 那個美股啊 他的反彈能不能延續 還說他反彈會結束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仔細看 上個禮拜三 我有跟各位講嘛 反彈核實結束 這個時間點要注意什麼 我說六月中 聯準要升息量嘛 對不對 那今天六月六號嘛 那接下來就只剩下 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啊 聯準就要升息了 那難道美股不會受影響嗎 好這等一下我們來解 第一個時間點 他快接近六月中了 好再來齁 這兩天我們都跟大家講齁 公債跟油價 公債跟油價 這要特別注意啦 如果說連這個東西 都繼續漲的話 還是要提防 他會不會有壓 好我們來仔細看齁 上個禮拜呢 很多老師都會跟你講說 啊九月不會升息了啦 後面那個也不重要了 聯準會什麼東西 那都不重要 說其實話 是不是真的不重要 朋友你去想一下齁 很多重要的經濟數據 他去主導什麼 美股的走勢嘛 這兩天美國股市呢 不管是道琼 或者是高科技股 你都會發現到啊 一下大漲一下大跌 先漲後跌 到現在為止呢 他們的走勢 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好像沒什麼太大波動 好像漲了漲不上去 跌也跌不下來 可是接下來注意 快要升息了 那你美股這邊走震盪的話 你不能再破月線了 如果你再破一次月線的話 搞不好你要去測前低啊 所以呢 其所有的經濟數據 都關係到整個美股的一個動向 所以呢 在上個禮拜我們看到啊 美國的PCE指數呢 它沒有再創新高 所以很多人都說啊 這裡不會升息 要不然聯準會講什麼 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嘛 我們來仔細看齁 因為德國的10月CPI指數 它是創二次大戰以來新高啦 所以我說 你說通膨真的沒有了 通膨真的不重要了 未必吧 也有人都承認啊 過去一年他誤判通膨的情勢嘛 對不對好 那到底聯準會會不會升息呢 我們來仔細看齁 這兩天有更明確的答案齁 呃 克里夫蘭的聯邦準備銀行的總裁 他說啦 通膨尚未見頂 各位在6月4號講的喔 必須連番升息 9月不可能暫停 有沒有 好再仔細來看 這兩天喔 聯準會的副主席啊 叫做布蘭納德 他說啦 市場對六七月各升兩碼的預估啊 似乎是合理的 如果到了9月還沒有看到通膨呢 明顯的下降的話 聯準會很可能以同樣的幅度 還是繼續升息 有沒有 你說到底9月升不升息 好那個還早 我說那個先把它放一邊 但是我有跟各位講過 未來的8月份跟9月份啊 它會是一個空窗期 所以你說要去抓中級反彈 我的看法還是這樣 我認為還是在7月份的機率比較大 好7月份機率比較大 好 那我們仔細來看喔 因為從這幾天來看 我們從油價跟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你們會發現到 我之前有跟他講啊 你說到底通膨有沒有降溫 你要去看油價 為什麼 因為你的物價指數 都跟油價息息相關啊 你油價漲你物價都下不來啊 除非你油價跌下來嘛 你物價才會下來 可是到現在為止呢 整個油價的走勢 注意看喔 這兩天油價走勢都沒有跌啊 更何況他之前呢 過了前高之後 他就在前高的附近 前面這個高點在123.7啊 我之前有跟他講啊 昨天收到119.7嘛 所以這地方你不能讓他去過前高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去過前高的話 你說物價怎麼下得來 是不是 好所以呢 你說通膨到底有沒有到底 現在都還未知數 未知數再來 因為 接近六月中的時候啊 我說還有一個東西會反應 什麼東西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嘛 你會發現到喔 五月份升息兩碼之後呢 他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呢 有跌下來 我說這只是休息而已啦 因為你後面還要再繼續升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越接近六月中的時候呢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會上來 有沒有 好 到了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最高 已經來到2.98 然後呢 他收盤的時候呢 收在2.93左右 那代表什麼 你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如果說 越接近到六月中的時候 你這地方如果你跌不下來 還在繼續衝 等到你過三的時候啊 我跟他講 你接下來六月升兩碼 你七月還是升兩碼 所以呢 你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還有機會 去挑戰前高的位置區 好 那各位那這種重點來了 當你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還在往上走 然後呢 你油價也跌不下來 你物價還是在往上走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之前我怎麼跟大家講 我說你這個通膨的問題還在嗎 當你公債殖利率往上走的時候啊 它會發生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就是說 你股息殖利率小於公債殖利率 就是對於一些高估值的電子類股 它會有賣壓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到底有沒有賣壓 今天的指數是漲沒有錯了 但問題是呢 指數空間還好啦 因為今天最主要在撐什麼 在撐金融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仔細看 今天你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呢 高價股的犀利就跳空下跌 有沒有 那漲得好好的 怎麼突然下跌 這一跌下來的時候呢 它正好去測什麼 測月線的關卡區 OK 好 那各位 我們仔細看喔 3月中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講 融資加比價 台股補跌壓力重 我那時候是不是有跟他講比價 什麼叫比價 我就說 高價電子類股是 台北股是裡面基本命最好的啦 如果說當你的高價電子類股都往下跌 代表說 你的本因比是往下修正 那你這本因比往下修正 我問你其他的電子類股要不要修 需要嘛 好 因為3月中就跟他講啊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我說台北股市的補跌壓力重 因為那時候的系列你注意看嘛 3月中的時候 它就先跌一下嘛 4月份又跌下來嘛 所以這兩段它造成什麼 你電子類股的比價 就是往下比價的壓力很重啊 那同樣的啊 今天又來了 今天系列一個跳空下來之後 它打到月線嘛 那目前呢 你會發現它就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但是你這些高價電子類股 它沒有繼續在衝啊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拉大什麼 本因比的空間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啊 當這個跌下來之後 你看 今天有多少個股就這樣 那到底是買還不是木板 有沒有 你再仔細看喔 很多個股就耗在這裡啊 好不容易禮拜四嘛 禮拜四嘛 禮拜四漲了一下 今天又跌下來 全部託給它 很多個股就這樣啊 禮拜三漲起來之後呢 連續兩天 就壓回 到現在為止啊 你有沒有發現到 很多股票就這樣啊 是不是都這樣 有沒有 就跟你耗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這都IC設計啊 好我們來仔細看啊 不要說我拿跌的來跟你講 我們來看IC設計 今天漲的股票 比方說好了 M31 漲到現在為止也是耗在這裡 有沒有 你再仔細看嘛 我拿漲的啦 比方說新唐 現在也耗在這裡啊 比方說剛剛看到嘛 漲的普瑞嘛 是不是也耗在這裡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又因為 當你公在殖利率漲的時候 你對於高估值電子類股 它會有壓力啊 所以我跟他講啊 這個時間點你要注意啊 6月中的時候呢 你公在殖利率 如果是繼續再往上衝的話 不用講 美國的電子類股它一定跌 那這一定跌下來 你台北股市呢 它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 這都有息息相關的狀況啦 那當然啦 你今天會發現到 哇今天IC設計的個股呢 沒有動 甚至於有壓回 很多個股就能跟你耗在這裡嘛 那最近你會發現到啊 很多老師的講法就是這樣子啊 漲IC設計 你有IC設計 漲生化甲 你有生化甲 像今天漲大力光光學類股 有沒有 你也有光學類股 甚至於今天啊 漲最多的是光光類股啦 你也有光光類股 真厲害 漲什麼你都有 這就是我跟他講的嘛 市場上老是就這樣子啊 反正漲什麼就拿出來跟你講啊 今年已經跌到3000點下來啊 為什麼你之前股票會套一堆 為什麼你會賠一堆 就是因為你聽信那樣的言論 漲什麼你都有 你會想說哇好厲害喔 我去參加看看 結果能賠翻天啊 等一下你沒有那麼多錢啊 我就跟他講過 那種言論你就 不知道你要被受騙到什麼時候啦 既然這麼厲害 我就說那些老師幹嘛當老師啊 是啊你去廟裡給人家拜 不是很快嗎 是不是長什麼你都有啊 好所以這種言論 你就不要再聽了啦 我是覺得對你沒什麼幫助 好那再來 那既然我們現在看到了嘛 你現在通膨我還沒有看到他下來啊 那我也跟他講啊 你6月份7月份都要升涼嘛 他不是最後一次啊 因為9月份市場也在看嘛 啊到底未來通膨怎麼樣 那我說 我說那個8月份9月份的時候啊 那是空窗期啊 那比較有利於股市往上攻啊 所以呢反而在不要去講到7月 最起碼在6月中的這一段啊 我們就要提防啊 美國股市你到底怎麼走啊 你會不會破月線啊 啊你又破月線的話就麻煩啊 到時候你要去測前低啊 所以你說台北股是這裡 到底漲不漲得上去 我說嘛我們乾脆看美股比較快啦 我們去分析美股啦 好那現在我們就看到了嘛 你油價漲你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也在漲啊 所以造成美股最近你都看奇怪怎麼搞的 一下大漲一下大底 結果指數呢就橫在那個地方 好那到底美股會怎麼去走 我們就直接來看 之前我跟他講過嘛 有兩檔股票很重要 一檔叫Tesla 一檔叫蘋果 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喔 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四先漲美股先漲 那禮拜五又跌嘛 那我們就先從美股的成分股來看 他到底會不會繼續談啊 還是說他會有壓力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廢半裡面的美光 你看喔 美光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跌7.2% 不是跌一點點跌7.2%喔 你會發現到喔 他反彈上來的時候都沒有量 對不對 結果禮拜五一跌下來的時候呢 他爆量 那這一跌下來的時候他已經破月線了 他把這一個禮拜啊 前面的低點全部都跌破還破月線嗎 注意喔 已經有讓讓我們看到什麼 反彈失敗的跡象 對不對 好再來 台積電的ADR 禮拜五的時候呢 跌2.6% 這一跌下來呢 把禮拜四漲的全部都跌破了嘛 那現在你台積電ADR 他關係到台股的指數啊 對不對 好 那台積電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收在93.7% 但是呢 這一個禮拜以來的低點呢 在92.5% 也就是說 他差1.2% 如果美光你繼續跌 一定把台積電拖下來 所以到時候呢 台積電呢 他也會出現什麼 反彈結束的跡象 所以你說台股會不會繼續攻 朋友我們現在用邏輯去推演嘛 OK好 那再來 蘋果的股價 禮拜五的時候呢 跌3.8% 他這個禮拜以來的低點 在145.2% 他禮拜五說在145.3% 差0.1毛 你覺得 這個反彈有沒有繼續 如果再跌一點點的話 Apple的股價 他也反彈結束啊 是不是 好你再仔細看 這Tesla的股價 禮拜五的時候大跌9.2% 你看同樣是出量 對不對 這一出量下來呢 把這五天的低點也跌破了啦 所以你會發現到 Tesla已經破月線 蘋果跌下來差 0.1元呢 他也要破前低 這也破月線 現在是台積電的ADR呢 他還沒有破月線 但是呢 他離前低只差一點點 美光呢 他已經破月線了嘛 然後呢 他已經把這一個禮拜的低點 也都跌破了 所以呢 如果說這些個股 再上不去 那你覺得 美股這地方在破月線 會讓你看到破月線 應該不稀奇吧 是不是 所以那太股股長不長 長得上去 你是不是要先看一下美股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 全市長沒有老師會講 大家都會跟你講 啊 聯準會不重要啦 那個也不重要啦 這個什麼都不重要啦 反正就每天拿那個長的 來跟你講 就是因為不重要 就是因為你的老師 都沒有國際觀 所以呢 今年以來 會員一堆死光光 那你還要繼續跟 我跟他講嘛 長什麼你都有 每天都拿那些長的股票 來跟你講 要不然呢 看他怎麼漲停板 然後就跟你講說 啊 恭賀什麼股票漲停板 買點在哪裡 不知道啊 這讓他們不知道啊 我跟你講那是騙人的 啊你又要信 就像我上禮拜四跟他講的 我們常在節目裡面 去看到 新聞裡面看到一些人 要去銀行去做匯款 行員發現不對啊 跟他講說這不對喔 你這個不能匯喔 這是詐騙集團喔 是不是 匯款的人不相信啊 怎麼可能 我要去投資的啊 我已經講好了啊 然後呢 連警察來看也不對勁啊 啊 這是詐騙集團啊 你不要匯啦 他還是不相信嘛 所以我們常在講啊 當你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你們怎麼那麼笨啊 人家都跟你講 那是騙人的 你還要匯 同樣的啊 我還是要跟你講啊 每天直接拿那個 漲的股票來跟你說 漲光學有光學啦 漲生化的甲有生化的甲啦 然後呢 漲光光也有光光啦 漲IC設計也有IC設計啦 你還要信 要不然就是拿那個 公二漲停板的 可不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啦 我還是覺得 很多時候到這個時間點 你自己的錢會比較重要 你已經被騙那麼久了 今年以來 你的股票都已經賠慘了 你還在相信 好 那重點來了 既然我們在解這個盤 我就跟他說嘛 月到六月中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 美股它會不會反彈結束啊 那現在我們 就從我剛所講的東西 你看嘛 油價也漲嘛 然後呢 十年級公在殖利率 還沒有上三啊 三啊 不是三上了三 但是呢 越接近六月中 它也跌不下來啊 它最好不要上到三以上 到時候呢 對於電子類股 那種高估值的電子類股 壓力會更重啊 然後呢 再加上美股 重量級的個股 比方說美光 比方說蘋果 比方說特斯拉 嗯 都破月線啊 所以呢 台北股市到底 能不能繼續抬 老實講 這個時間點 我所看到的東西 讓我會覺得 有點疑慮啦 正常有點疑慮啦 好 那既然有點疑慮 要怎麼做 好 那各位 我要跟他說嘛 我解盤的目的是為了賺錢啊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賺呢 好 各位 你看我的節目到現在 高點我都叫你跑 真的嗎 高點我都有叫你跑嗎 不用再去拿那什麼 以前的袋子了嘛 對不對 後來呢 當台北股市跌下來破萬六 我就說這裡會彈啊 是不是 所以咧 這一波的反彈 其實我們賺了很多股票 真的啊 我們仔細看嘛 你看喔 5月11號那時候 我就跟他講 當你破萬六之後 你的反彈它會出來 因為跌夠深了嘛 因為你離 那時候5月11號 離6月15號 還將近一個多月 你再一個多月 連總會還有一個多月要升行 你不可能說一路跌嘛 所以我說那個機率不大啦 因為乖離也過大了 所以呢 當你台北股市跌升反彈的時候 我就說嘛 第一個 一定是全止股要撐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講什麼 我問你去買聯電嘛 你會笑說 聯電我自己買就好了 好啦 你買了沒有啦 我問你買了沒有嘛 我跟你講 今天聯電是讓你看到 再創近期新高嘛 對不對 可是我跟他講 我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啦 5月10號賣掉了 5月18號高點我賣了 5月10號買了 5月18號高點我賣了 我那時候賣的時候呢 還是在51塊多左右嘛 今天也是51塊多啊 我建議你啊 這兩天要撐盤還是撐聯電啊 但是你不要過度去追高啦 因為你要預防說 美股會不會有什麼大震盪 結果你會去追到高點 好所以咧 當台北股是跌升反彈的時候 我們就先賺這一段 有買有賣 OK 好你持股不會一直多嘛 對不對 好再來 那時候我也跟各位講過利基電嘛 利基電的底部啊 他在台北股是大跌的時候 他先打出來嘛 那我就說我們先去找那個底部 先打出來的股票啊 所以那時候有低點我就叫你買啊 對不對 好買完之後咧 衝高 來到5月18號的時候 已經接近到59塊多了嘛 你看嘛 該不該賣 有嘛 低檔有買拉高有賣嘛 是不是 你的老師都不賣啊 然後每天講一堆股票 你又沒有啊 那你參加幹嘛 真的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你老師講的股票你都沒有 啊你還在相信他 他每天漲什麼東西他都有 就是你沒有 那就很好笑了 再來 那時候低檔我也跟你講過嘛 5月12號我們去買愛普嘛 當天買完漲停之後呢 他還在走震盪嘛 因為他沒有破月線啊 所以我們就續爆啊 因為我們成本還夠低了 所以咧 然後呢 當時呢再拉一次漲停板 結果呢 這一段25% 有沒有 好各位 上個禮拜四啦 上個禮拜四我們開始獲利調節啦 所以呢 最起碼你都有兩成 好再來 同樣的 5月13號我第一檔 我去買宏觀啊 結果呢 你看嘛 漲停板之後呢 再創新高嘛 欸我不是拿那個 功課漲停板來給你看喔 我不是拿買點給你看 真的啊 我買點給你看啊 有沒有 啊等到6月1號拉高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獲利調節啊 也超過兩成啊 是不是 好 那你資金小的咧 我有跟各位講過什麼 台亞嘛 對不對 當時在5月30號這個點叫你買啊 有沒有 買完之後隔天他攻漲停嘛 攻完漲停之後呢 上個禮拜呢他在創新高嘛 好那各位 我沒有賣到高點啦 不用賣到最高點 我今天把它出清了啦 這裡買 這裡出清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 這個禮拜的盤我是有點疑慮啊 到底美股怎麼走啊 所以咧 都不用追了嘛 你高點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高點就把它賣一趟就好了 一堆融資再追著就給他吧 再來 小資金呢 那時候我也住過兩位嘛 第一檔買完 拉靠我就賣嘛 是不是 該買的時候我會叫你買啊 但是不該買的時候呢 你不要毛起來買啊 你真的現在的錢有那麼多嗎 台北股市跌了3000點 你有多少檔股 我們要是套牢的 套到現在為止 你資金已經不多啦 然後你再讓他繼續來臉環套 我跟你講到最後你會越來越沒錢 那如果說 如我所說的 7月份 台北股市要終極反彈 7月應該說啦 等到7月那次升完息之後 後面有將近快兩個月的時間 是空窗期啊 所以我認為7月份的底 那個時間點是最好 要準備去拉終極反彈的 那個最佳機會 不要到時候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你要做什麼 等股票等解套而已啊 你覺得這樣是好的方式嗎 好啦你繼續想一下啦 我跟他講過啦 該買該賣我們分的很清楚 那我也以保護會員做為第一優先 我們就這樣穩穩當當的賺 好不好 今年喔 今年的行情就是這樣 忽大漲忽大點 如果你亂做的 你就會套在裡面 所以呢 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今天公司有跟我說了 這什麼 端午節的這個優惠呢 是最後一天 好是最後一天 那認同我們的模式的歡迎你 來電諮詢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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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現場喔 關於這個禮拜到六月中啊 聯準會要升息之前的盤勢 剛剛我們也分析的很清楚了 那結論就是這樣 不要亂做 你看嘛 今天尾盤的時候已經開始流上影線了 不要亂做不要亂追 好不好 那接下來未來的盤勢呢 跟個股的操作是有關的 那什麼時間點可以進場 你跟著我就對了 好不好 今天我們不是跟你亂做 我們穩穩當當的賺 五月五慶端午 今天這個優惠呢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本節目 本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